好 另外一方面要来关心的是 台中市发生这一起不幸的意外 有一名富人呢 昨天清晨她骑脚踏车外出 结果不小心遭到酒驾的车辆撞飞 伤重不治 只是怎么样也没有想到 造势驾驶她的友人事后会到现场关心 不但是对远景咆哮 居然还开车 碾过死者的遗体 这个行径太嚣张了 警方上午在今天呢 也出面来说明整个处理的经过 我们连线给记者陈立如 为我们做进一步的掌握 好 这个主观众 朋友后面上您看到的这名黑衣男子 他来到车祸现场关心之后呢 没想到自己也喝了酒 而且态度反而更嚣张 不仅呢用手推这个远景 大声的咆哮 还向人飙脏话来骂远景 更过分的是呢 根据这个现场目击者表示说 他开车离去的时候呢 还一度冲破这个车祸的封锁线 而且呢开车再次碾过死者的遗体 让这个现场死者家属看到之后 真的是很难过 偷骂这个黑衣男子真的是太可恶了 来听听看这个目前警方处理的状况 是怎么的一回事 来听听看 同仁跟他自职 他还是一再的口出三字经 辱骂我们公务人员 我们就要依法逮捕的时候 逮捕他的时候 他就跑了 跑了之后 他就一荒架开他的车子 然后就冲撞我们封锁线的那个安全锥 还有警车 同时他可能也不知道说那覆盖白布的地方是那个大体的那个右腿嘛 就从那边拧过 就只有拧过一次 并没有拧过两次 只有拧过一次 那么警方出面说明了 表示说这名黑衣男子事后也到案说明 但经过调查理清之后呢 黑衣男子只有拧过死者遗体一次 并不是两次 但这名黑衣男子还是很嚣张 他到案之后 酒测值高达0.86 那么警方呢 现在是依妨害公务罪还有淹灭 根据他这个开车碾过遗体的部分呢 依淹灭罪证的嫌疑将他移送法办 而至于这个开车撞死妇人的驾驶 则是依公共危险罪移送 他自己本身也是有喝酒的 两位肇事者都很年轻 只有25岁 移送法办之后呢 不过目前两个人都以5万元交保了 但是家属对于他们两位 嚣张的这个行为呢都无法原谅 这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资金情形 把镜头交换给棚内